他营养丰富 并资深时刻惊呼 堪比澳洲大龙虾 吃一斤的龙虾 不如吃一斤的赞予子鞋 他美味无穷 引文人莫克赞誉 一切上桌摆味淡 其他的菜呢 味道都不及说是那么细 他曾经产量丰富 物美价廉 然而如今 在市场依旧保持 一定数量的表象背后 却暗藏着一个 不可服侍的危机 最坏的结果 就像我们的大黄鱼 整个种群的崩溃 就是清津难求一泄 生态变化 过度努劳 自然资源日益减少 几十年来 从野生到养殖 梭子蟹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迁徙变化 未来 它的命运将会如何 以此维生了渔民们的生活 又将遭遇怎样的改变 敬请收看 真实第25小时之 梭子蟹之变 用24小时生活 第25小时思考 我是李磊 在上海这座城市里 蟹似乎总与食客们 有着很深的渊源 在大闸蟹没有上市的时节里 梭子蟹作为海蟹的代表 成为了食客们餐桌上的常客 梭子蟹俗称白蟹 因头胸甲成梭子形而得名 其甲壳的中央有三个凸起 故又称三油梭子蟹 在众多海产品资源 不断下降的今天 梭子蟹仍然保持着一定的数量 然而在这一表象的背后 究竟又暗藏着怎样 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呢 明以食为天 在中国这个拥有 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国度里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已经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 生存定律 千百年来 我过长达三万两千多公里的海岸线 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海洋物产资源 为了得到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以海而居的人们 早已习惯了日出捕捞 日落归岗 朝起朝落 穿越四季 梭子蟹之所以在上海如此流行 与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 有着密切的关系 上海坐落于中国大陆海岸线 中部的长江入海口 作为重要海产品之一的梭子蟹 在这里自然成为了食客们餐桌上 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 江南传统与都市移民的文化融合 逐渐形成了这里特有的海派美食文化 为了这份美味的上演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蟹农 蟹饭 蟹厨们一年四季不停地忙碌着 他们也以此经营着自己的生活 方昭玉今年五十岁 福建莆田人 来上海从事海鲜生意 已经将近三十年 如今他在城郊经营着一家 规模不小的海鲜酒店 当我们设置组前来拍摄的时候 方昭玉正在给几位好友打电话 邀请他们到店里品尝 最新鲜的梭子蟹 这里每天生意火爆 从四面八方赶来的食客们 在此大快多了 正式看到了梭子蟹较大的市场需求 与相对丰厚的利润 多年来 方昭玉一直将梭子蟹 作为酒店的招牌菜 而他更是乐此不疲地 向许多第一次光顾的食客们 介绍了这里的招牌菜肴 清蒸梭子蟹 对于这样一道经典菜肴 手艺精湛的主厨 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我们店里最受欢迎的还是清蒸 因为在清蒸可以最大限度地 保留这个蟹的原汁原味 另外一个就是葱姜草 因为这样更能体现出 这个蟹肉的鲜美 鲜嫩 不过 梭子蟹如今的生存状态 究竟如何 几十年来 这一物种又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生态变迁呢 我们设置组决定 展开一次探寻与调查 我们首先走访了 上海海洋大学 前来接待我们的是 梭子蟹课题组的研究员 吴旭干 作为科研人员 聊起梭子蟹 它可是如属家政 三叶树子蟹在中国沿海的分布 首先最摆面的是 丹东的鸭鲁江口 这里有我们叫丹东三叶树子蟹 再往南 大年湾的三叶树子蟹 它处于黄海和渤海交界处 然后再往南到黄海的 到黄海这里一个 青岛这个地方的树子蟹 再往南到我们中国最大的三叶树子蟹 捕捞地和产地 就是长江口 包括浙江的周山全岛和江苏的 女士渔场这一带 在东海地区 每年休余期之后 隐生缩子蟹便陆续开始上市 九月以宫蟹为主 宫蟹其间而光滑 壳面带青色 烹饪后体肥胃鲜 进入十月 母蟹也开始接种而至 母蟹其圆有绒毛 壳面呈褶色或有斑点 烹饪后高红肉香 一提起缩子蟹的美味 温文尔雅的无序感 显得格外兴奋 三叶树子蟹的 外的骨骼不是很硬 相对和大杂蟹 它要软得多 所以比较好咬的 因为吃它的腹肢 大鳌 腹部 这三部分肉 还有两个部分 就是吃它的肝脏和蟹黄 缩子蟹肉肥味美 细嫩洁白 富含蛋白质及多种矿物质 在沿海地区被视为滋补上品 它是我国重要的经济食用蟹类 曾经产量丰富 物美价廉 深受海内外食客们的喜爱 在欧洲跟美国 就是它有 它那个鸡尾酒会的时候 它每个人拿一个 这个缩子蟹的大 去比 看谁的越大谁就越好 它叫Cocktail Clown 在采访中 吴旭干还特别向我们强调 缩子蟹的营养价值 其实也非常的高 与大闸蟹相比 毫不逊色 甚至还超过 被中国食客格外偏爱的 澳洲大龙虾 首先它的出售率也不一样的 海蟹的肉含量要高 海蟹的肉的含量 它可以达到40%左右 大闸蟹的话 一般也就是20几 单纯的说 它是蟹肉 如果是把这个 它的蟹黄蟹膏都加起来 海蟹也远远高于这个淡水蟹 三叶树子蟹 精湿一定的成分 微量元素 脂肪酸 氨基酸 脂类组成 这四类都超过二龙 吃一斤的龙虾 不如吃一斤的三叶树子蟹 不过当我们询问起 野生缩子蟹如今的生存状况 无需干还是显得忧心忠忠 在整体上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 我们国家对缩子蟹 需求量越来越大 野生的资源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 特别是发明了蟹龙跟刺王捕捕 捕捕量越来越大 野生的资源是越来越少 缩子蟹在我国广袤的 海岸线上分布着 它属于暖温性回游蟹类 一般栖息在7至100米水深的海底 每年三四月份春暖花开之时 便成群回游聚集于 静岸前海附近产卵繁殖 形成鱼蜿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 在众多种群中 与上海食客们关系最密切的 还是舟山地区出产的缩子蟹 为了探寻缩子蟹的生态变迁 我们设置组决定奔赴浙江舟山 经过大半天的车船旅程 我们来到了此次探寻之旅的第一站 浙江舟山 舟山渔场是中国最大的渔场 自古以来应渔业资源丰富而闻名 因此被誉为东海渔库 它地处东海 是长江 潜塘江 永江三江的入海口 独特的地理位置 孕育了这里丰富的海洋物产 在海洋渔业资源不断下降的今天 舟山渔场仍然有数量众多的海产品 运往全国各地 其中野生缩子蟹的产量 便占据全国的5%至10% 在渔民们的指引下 我们来到了当地最大的虾蟹批发市场 这里可是人头传动 在众多蟹饭中 一辆被人群围得水蟹不通的 缩子蟹批发车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不到一小时的工夫 满车的缩子蟹已被抢购一空 而另一辆缩子蟹批发车上 甚至连三分之一的蟹还没有卖出去 我们很是疑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上来的都是野生的 一个人养殖的 我们这个蟹 没有人养殖的蟹就算了 像我们的虫野生的 张立信是这里最大的 缩子蟹批发商 他批发的野生缩子蟹 全部是在第一时间 从渔民手中收购来的 不过张立信介绍说 近些年野生缩子蟹的产量 是越来越少 财量越来越少了 毕竟现在那个工业的东西 花工业的东西太多了吧 那个赔水污染了吧 血也少得很多 数量大一点的时候 两三万斤一天 最差的是 有的时候几条条件 几百斤的也有的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由于产量下降 市场需求较大 近些年野生缩子蟹的价格 有点高 张立信的野生缩子蟹 全部是由他的姐夫王冒春负责收购 两人一个负责收购 一个负责批发 把野生缩子蟹的生意 经营得有声有色 为了能了解到更多 有关缩子蟹的信息 我们决定 跟着张立信的车 前往海边 寻找王冒春 在海洋渔业资源 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以缩子蟹为生的 渔民们的生活 将经历怎样的改变 从野生到养殖 缩子蟹究竟又经历了 怎样的变迁 请继续收看 真实第25小时之 缩子蟹之变 当我们赶到海边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在第一时间 见到张立信的姐夫 收谢人王冒春 船上的一位师傅告诉我们 王冒春这几天 在海上忙着收谢 已经两三天违和过眼了 此时他正在船上休息 为下一次的出海养精蓄锐 直到当天的晚上 我们才见到王冒春 此时他正在海边 忙着收购海产品 王冒春是浙江领海人 在这里做海产品收购 已经有15年 每年9月份休余期结束之后 缩子蟹便是他主要的收购对象 王冒春告诉我们 如今野生缩子蟹的产量偏少 价格偏高 竞争激烈 由于和捕捞的渔民 还没有商定好收购的价钱 王牧出船 很有可能会空手而归 所以再次出海的时间 还没确定 他建议我们 可以跟着其他捕捞船出海 第二天 在王冒春的推荐下 我们跟着另一艘捕蟹的渔船 出海了 不久 船上的渔民就开始下渔网 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 仅是下一张渔网 十几个人就整整忙活了 30分钟 我们刚才放的一张网 总共有多长了 六海里 就六海里 六海里 渔民们分工明确 不错嫌熟 此时 船老大陈国钦 与我们聊了起来 你们这个网是怎么补卸的 它是拖到海底走的吗 现在鞋子都在海底的 这个水平都没有 野底地都没有的 这个泥毛泡下去 你地都不走的 都有固定的 你东西的 这要五六几秒的 跑到我们这里来来 我们马上就到了 马上就拉起来 它那个鞋 来回爬着的话 它就爬到你这个网里边是吧 对啊 已经放下去了 有多久了 两个礼拜 有两个礼拜了 没有两个礼拜 跟朋友们没有办法协制 陈国金13岁 便跟着父亲出海捕鱼 如今已整整40年 对于补卸 他觉得是一年不如一年 数量你还满意吗 数量哪有我满意 一年比一年小了 一年都比一年小了 本来这个下子很多人 现在都没有鞋了 陈国金介绍说 如今野生缩子蟹 不仅在体态上比以前小 产量也远不如从前 由于渔业资源的下降 为了保证资源的相对公平 当地渔民的每艘渔船 都依靠卫星定位 严格地在自己的作业区域内捕捞 在采访中 陈国金显得很是无可奈何 用他自己的话说 捕捞梳子蟹的生意 是越来越难做 他还向我们透露 今年的利润只有20万 在某种意义上 这其实就是亏损 一百万块 这个得子得家书 挣了二十百 得林家书 打老板 这个我们最差最差了 如果没有啥 要补贴四十百块 我们隔绷一分 都挣不掉去了 没有啥 要补贴 这个空 这个我不一定 这里都没有了 大约忙碌了近两个小时 船上的渔民 已经下好了全部的渔网 开始收藻在两周前 就已经放下了网 陈国金说 以前像这样的网 一天就能捕捞三四千斤 由于此次出海 担负着船员们年底的收成 作为船老大 陈国金的压力特别大 他急切地希望 今天能有一个满意的收获 渔民们在海风中 训练有速地忙碌着 此时 陈国金已不再与我们说话 而是焦急地等待着 两个小时后 渔网已经全部收回 然而让大家失望的是 这一次的情况依然不太乐观 我们要办法这个海的东西 我们要搞刀就不行了 此时天色渐暗 渔船开始返航 收成如此一般 陈国金与船员们 一路上都沉默不语 对于这些祖祖辈辈 都生活在海边的渔民来说 海洋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物种 就是大自然给予他们的馈赠品 也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我们很难想象 海洋渔业资源的衰退 对于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由于一连几天海上都有大风 舟山地区的渔船 全部回港避风 采访至于 陈国金还向我们介绍 如今野生缩子蟹的产量 相对较少 市面上流通的 许多都是养殖缩子蟹 其中浙江象山的养殖缩子蟹 在市场上的供应量最大 于是我们设置组 便立即赶往象山 向山县地处浙江省中部 位于向山岗与三门湾之间 三面黄海两岗相拥 因县城西北右山 形似扶相 故名向山 其海岸线长达925公里 北部的向山岗 更是著名的深水两岗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孕育了这里 丰富的海洋物产资源 因产量丰富 品质优美 向山的海鲜 可谓远近闻名 甚至被誉为 中国海鲜之都 刚刚抵达象山 当地的文史专家 就告诉我们 其实 国人实现的历史 从西州时代 就已经有记载 说这些的 它的故事 也是非常动人美丽的 就是王母娘娘的女儿 这仙女 其中一个仙女 就是名字叫做说字 那么说字呢 看到就是人间那么好 它能多次吓到人家来 王母娘娘把说字呢 丢掉 刚刚丢到我们东海 被反制成了 就很多很多的说字线 那么说字线呢 只是这样来的 对于说字线的美味 唐代诗人白居一层赞誉 鹿针熊掌烂 海味蟹熬肠 他将说字蟹 与熊掌的美味相提评论 而清代诗人李渝 在品尝过说字蟹之后 更是写下了 蟹鲜而肥 肝而腻 白似玉 而贵似金 以造色香味三者之极 更无一物 可以上知的感慨 那我们像上有一句言语呢 叫做一蟹上做百味淡 也就是说 一只蟹上来了以后 你其他的菜呢 味道呢 都不及 说字蟹那么蟹 正因如此美味 浙江上海等地的食客们 对梭子蟹格外青睐 市场的需求 推动了捕捞的盛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 一种专业梭子蟹捕捞工具的发明 使得梭子蟹的捕捞产量 不断增加 甚至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峰 达到八十年代 发明了蟹龙 就是快速地补这个 苏织蟹的办法 苏织蟹产量大幅度上升 加上那个 鱼业体制改革 就是从集体的这个鱼船 变成一家一户的 捕捞能力扩张 我们叫捕捞鲁力量增加 它这个产量 就是迅速上了 高峰期达到六十万吨 一年 中国的总的捕捞产量 然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缩字蟹的自然资源 便开始逐渐下降 而拖网 围网 流刺网等余据的 大规模使用 更是加剧了资源的退化 如今 在短短二十年间 缩字蟹的捕捞产量 已经锐减了三分之二 过度捕捞导致它资源退化 基本上从九十年代开始 就一直在下降 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从原来的六十万吨 低到目前正常的是 二十多万吨 近些年 缩字蟹在市场上的需求 依旧很大 向山当地一家酒店的负责人 向我们坦白 每年到了销售旺季 仅是他们一家酒店 一天就可以卖出 两三百斤的缩字蟹 这样的形式 令常年关注缩字蟹的专家们 更加担忧 最坏的结果 就像我们的大黄鱼 整个种群的崩溃 就是青筋南球一蟹 随着海洋渔业资源的下降 野生缩字蟹 已经无法满足 巨大的市场需求 养殖缩字蟹 在象山等地 开始大力发展 那么不同的养殖技术 将给缩字蟹 带来怎样不同的变化 这对渔民们的生活 又将带来怎样的改变 请继续收看 真实第25小时之 缩字蟹之变 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下降 野生缩字蟹的捕捞 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以捕蟹为生的渔民们的生活 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在困境之下 他们纷纷寻求新的发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象山县开始大力发展 养殖缩字蟹 这正是如今 缩字蟹在市场上 依然保持着一定数量的重要原因 象山县也因此被中国渔业协会 受与中国缩字蟹之乡的美誉 在当地缩字蟹协会工作人员的向导下 我们感到了在当地 小有名气的一个缩字蟹养殖基地 不过不巧的是 养殖基地的老板倪卫国 一早就已经出门购买饲料了 在等待之余 我们设置组的同事都被海岛的青山绿水 所深深吸引 蓝天白云之下 群山连绵 海域辽阔 秀美壮观 一片片养殖池塘 有如万青碧波之中的一块块绿色翡翠 在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倪卫国才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 你得吃辣耳料是吧 简单寒暄之后 顾不上与我们详谈 倪卫国便立即开始了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 对养殖堂进行巡视 它这是怎么了这个 这个母蟹是让它软的 它口还是轻的 背上还是软的 不软的话它因为体质不好 体质不好的话它会有上来 好的蟹不会有上来 好的蟹应该是 它从底下来 这个时候就在冬眠一样 冬眠一样来 好像说死的 养殖梭子蟹对倪卫国来说 不仅是一个安身立命的生计 更是一次重新创业的良机 在从事养殖梭子蟹之前 倪卫国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生意人 不过当时年轻的他 因为一次投资的失败 输光了所有的积蓄 甚至一度负债累累 上世纪90年代 在象山 许多渔民通过养殖梭子蟹 走上了致富的岛 正是看到了这门生意的前景 跌入人生低谷的倪卫国 决定再次创业 从此走上了养殖梭子蟹的岛 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 如今 倪卫国的养殖基地 已经达到了150亩 在当地也算养殖大户了 它的养殖基地采用的是 线下最为普遍的唐养故事 每年的四五月份 开始将谢苗大规模地 投入养殖堂中 直到第二年的春节前后 开始陆续补牢上市 对于这个 让自己重新起步的营生 倪卫国显得格外珍惜 自己从育苗开始 一出来的话 苗是很小的 没看到 像那个鱼子一样的 根本开不到了 慢慢慢慢它变大 变大以后呢 就是以后呢 脱出来就尾巴张出来的话 它慢慢变成螃蟹了 它手平一样 脱一颗 换一颗 长大了 长大了的话 它拖要十几次扣了 苗一出来的话 投掉那很少的 比如说十六斤 慢慢加重 往前的话呢 它要投一颗吃 那的话要吃四五百斤 一个汤 要吃四五百斤的样子 一个汤投资 那十万块的样子 养殖缩子蟹 大规模上市的时间 就快临近了 这段时间 可是一年生计的 关键所在 尼卫国每天都守在 养殖堂边 没有丝毫松懈 当我们欣赏着 养殖堂上 几只白鸟的时候 尼卫国却出人意料地 紧张了起来 在他看来 鸟儿聚集在这个 虾蟹混养的池塘周围 绝对不是一个 好兆头 白鸟飞过来的话 他那个对我们俩 一直发信号一样的 他那也 已经是一千米里面 他开得到的跟你讲 信号发给你了 你这个床里面 病人已经有了 出事情了 总是想发病了 我说什么 是与死亡的 床里面观察一下 你们发了什么病 你要是搞什么 要来那个 助量从那个下的病 你直接去观察观察 往年收成好的时候 尼卫国的养殖基地 可以收成一万多斤的缩子鞋 平均一亩一百斤 不过 对于今年的收成 他似乎没有信心 那很快乐的 我们那个养殖基地 的话 风很大 雨也很大 把我们房子什么都吹到了 跟你说的 虾 螃蟹都挂在那个 那个台面上哪儿的 因为死亡的生数 很大很大的 我总共五个堂生 所以本来我已经 我才不该还快吹着吹着了 2012年8月 台风海葵在象山登陆 对当地的养殖业 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在此次的走访调查中 许多像尼卫国这样的 缩子鞋养殖户 都感觉压力不小 对于这些养殖户来说 池塘里的养殖缩子鞋 就是他们维持生计的 关键所在 在台风过后的几个月时间里 象山的养殖户们 都小心翼翼地 做了各种补救措施 期待眼底的时候 能有一个好收成 尼卫国正悉心地照料着 自家的养殖堂 为养殖缩子鞋的上市 做着准备 临别之前 他邀请我们摄制组 在养殖缩子鞋 大规模上市的时候 再来向山 而此时 舟山地区野生缩子蟹的捕捞 也即将进入尾声 王茂春今年的收成 又如何呢 我们决定再次奔赴舟山 已经临近年底 海风吹在脸上 显得格外的寒冷 今晚将有可能是 王茂春今年最后一次 出海收心 刚见面他就告诉我们 由于产量太低 出海的成本又太高 上次出海补卸的陈国金 今年已经放弃出海补牢了 在做好了各种准备之后 已是晚上七点多 此时海面上一片漆黑 尽管海风刺骨 但是第一次 夜里出海的我们 还是有点兴奋 上船之后 其他的船员们 都在抓紧时间休息 而王茂春却无法入面 因为船员们一年的收成 都在于此 他肩上的担子 显得格外重 晚上十点 王茂春的收蟹船 停在了离盛寺 四十海里外的 一个避风港 不久 第一艘捕蟹渔船 停靠了过来 价格永远是捕蟹者 和蟹犯们争论的交易 在经过几番的讨价 还价之后 双方才达成型 接下来的工作 便显得格外高效 分类 打包 称重 储存 每个环节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此次出海 王茂春总共完成了 对八条捕蟹船的收工 不过 面对我们的镜头 王茂春还是忍不住 抱怨了起来 不仅以上的 很小的 包括只饿死的 百分之二十 八十多小 十两小 现在都小鞋的 大鞋很小的 不仅规格小 此次出海的收成也一般 总共只有五六千斤的野生缩子鞋 船舱远没有装满 王茂春显得很是失望 凌晨四点 返航的收蟹船抵达了港口 此时 我们设置组成员已经疲惫不堪 但王茂春和渔民们 却立刻开始从船上卸货 卸下的缩字蟹 将会在仓库里接受细致的挑选与分类 尽管收成一般 但王茂春依然是这群人中 最细心 最认真的一个 从他开始做缩字蟹收购 这种严格就一直延续着 这就是他们生意的立足之本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这批野生缩字蟹 在完成分类之后 将被立即运往虾蟹批发市场 在采访的最后 王茂春还向我们透露 由于渔业资源的衰退 当地许多渔民都不得不放弃了 补蟹收蟹的营生 选择上岸 另谋出路 而他未来将如何选择 也许只有静观其变 每年休于期后的九月份 至来年的春节之前 是野生缩字蟹的补牢季节 不过近些年 野生缩字蟹的产量日益下降 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养殖缩字蟹 恰好迎合了食客们的需求 填补了市场的空缺 每年的春节前 实行错时销售的养殖缩字蟹 迎来了上市的高峰 当我们再次来到象山的时候 养殖缩字蟹 已经进入了上市的高峰 很多养殖户们 已经放掉了养殖堂里的水 正在进行捕捞 而此时 尼卫国养殖堂里的捕捞 已接近尾声 不过 150亩养殖堂的产量 只有5000多斤 仅仅是往年的三分之一 为了弥补今年养殖堂的亏损 在自家养殖蟹的捕捞 全部结束之后 尼卫国便开始奔波在象山的各个养殖基地 看堂 收谢 你来这里也是看堂 看堂 看堂 老师这个螃蟹过来抽样子 样品 那个堂主他说他要卖货了 叫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一下如果那螃蟹好的 我们就加一个高点 坏的就加个爹地 尼卫国介绍说 由于受天气 环境 育苗 饲料 市场 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单纯的养殖缩子蟹 具有许多不确定性 为了降低风险 从今年开始 它将逐渐转型为 养殖缩子蟹的收购商 从养蟹到收蟹 卖蟹 一条龙服务 整整一天 尼卫国都是在四处看蟹 与养殖户们商量收购价格 不过由于价格偏高 达成协议的并不多 晚上 我们又一路颠簸 跟随尼卫国 来到了他的收购厂房 未能收获理想中的收成 尼卫国的情绪稍显低落 不过 他告诉我们 近些年 象山正积极推广 新的匡养养殖技术 自己对养殖缩子蟹 未来的市场前景 还是很有信心的 在采访中他还建议我们 一起参加今年的梭子蟹节 在那里我们或许可以拍摄到 更多有关梭子蟹的故事 这个由当地梭子蟹协协会筹办的 象山梭子蟹节 从2011年开始 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 在第一届象山梭子蟹节上 一只重达1.1公斤的梭子蟹 被拍出了10万元的高价 引爆了大众的眼球 每年的梭子蟹节最激动人心的 莫过于评选当年的蟹王 当天比赛还没开始 几个养殖大户便早早地 将体型最大的梭子蟹 拿来参加蟹王的评选 经过了激烈的绝逐 最终这只养殖的1.8斤的梭子蟹 夺得了今年蟹王的称号 这只蟹王的主人 今年50岁的潘正来 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交谈中我们得知 潘正来的养殖基地采用的 正是目前比较先进的 匡养牧师 随后我们立即跟着潘正来 参观了它的养殖基地 在这里技术员小吴 向我们介绍起了这种 不同于传统 堂养牧师的新技术 抗养牧师的成为提高的产量 一般我们这几年的话 一般主堂的话 总是80到120斤牧材之间 虽然我们采取了 抗养牧师之后 它的产量是成为提高的 一般牧材来到400到500斤左右 蟹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互相采杀 狂养的话 就是我说都觉得 它相互采杀的一个习性 因为毕竟一个狂养一个蟹 它没法采杀 狂养牧师的养殖成本 会有所增加 但产量却可以大幅度提高 目前在象山 积极尝试这种 狂养牧师的养殖户 并不算少 这样的养殖基地 也已经小有规模 不仅如此 象山县还在积极探索 工业化的养殖方式 如今 缩子蟹的养殖技术 日益成熟 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 也一定程度地缓解了 野生缩子蟹 产量日益下降的危机 象山有千万五千亩的 缩子蟹养殖面积 下一步加大力推广 缩子蟹住别墅 就是农养技术 来提高它的单产 提高它的品质 不过 作为一位常年研究 缩子蟹的专家 吴旭干认为 野生缩子蟹 是养殖技术 所无法替代的 面对镜头 他极力地呼吁 保护野生缩子蟹 保护海洋 依旧任重而道远 从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角度 因为它不同的种权 代表不同的特征 它一旦破坏了 是无法恢复的 我们都有责任 有义务 来让我们的苏子蟹资源 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能够形成我们一个宝贵的 海洋生物资源 能够人跟蟹的和谐相处 在我们即将结束拍摄的时候 我们再次被海洋 被大自然的美丽 所深深吸引 此时 在我们的脑海里 逐渐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一张张可爱的面孔 与蔚蓝的大海交相回应 这些面朝大海 背靠蓝天的渔民们 用自己的智慧与双手 爱护着海洋 关爱着生活在那里的物种 而这些也是他们 未来生生不息的希望 以女为王 传说中神秘的女儿国 是否真实存在 母系家族 女儿国曾经的家庭生活 究竟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神秘莫测 摩梭人的走婚传统 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 危机重重 传承千年的习俗 如今为何遭遇挑战 寻找女儿国 真实第25小时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